给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是这样的 玩家与几位朋友在一个生存服务器中玩生存 起初游戏内一切正常 他们几个人在一处山顶搭建了他们的大本营 玩家本以为这将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生存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奇怪的事也在悄然来袭 好了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之爱粉们 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按钮 给个推荐三连吧 谢谢喽 在这几位朋友当中 有一个名叫安乔的 是一个建筑鬼才 他总能搭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建筑 他总是喜欢将下界的一些方块 强行与主世界的建筑方块拼凑在一起 从而搭建一个看起来很别扭的建筑 由于玩家与其他几位朋友 跟安乔有着多年的友谊 所以他们看到周围突然出现的一些奇怪建筑 也见怪不怪了 通过玩家的游戏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房屋周围出现的那些由下界方块构成的建筑 就一定出自安乔之手 就比如现在玩家正在看的 这个类似于奥特曼变身器的奇怪建筑 玩家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安乔要这样搭建 总之喜欢搭建什么都是个人的自由 玩家尽管欣赏不来 但他也不会轻易的否定 玩家和几位朋友在屋外一番活动筋骨后 决定去下界探险 各自已经带上了自己的小狗 并且集结完毕 马上就要出发了 可朋友安乔却突然说了一句 你们的小狗真可爱 这看似在正常不过的一句赞美之言 但殊不知也正是奇怪事件的开始 正当玩家几人准备出发时 突然他们的小狗遭到了攻击 而攻击者正是安乔 就是这个拿着红色盾牌的玩家 玩家与其他几位朋友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安乔在消灭了几只小狗后 便立刻退出了游戏 玩家和剩下两位朋友一脸懵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玩家为了弄清楚原因 他赶快切屏出去 打开了他们几人的聊天室 试图询问安乔 但发现安乔已经退出聊天室了 玩家给他发消息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最后还是打电话给了安乔的妈妈 才得知安乔就在刚刚 突然晕倒在电脑旁边 已经送去医院住院了 这几天可能都不能跟玩家们一起玩了 玩家与其他两位朋友都感觉很意外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晕倒了呢 而此时游戏内的天色也进入了黑夜 刚好他们现实生活中也进入了黑夜 玩家与剩下两位朋友决定 今天就先玩到这吧 明天早上再玩 很快第二天到了 玩家和两位朋友正常加入了服务器 但这次他们的屋外又多了一个奇怪的建筑 并且周围用栅栏围了起来 上面还有两块告示牌 告示牌上面写的内容是 我离开了 这让玩家几人看了之后 感觉心里毛毛的 这会是谁干的 玩家与其他两位朋友表示 退出服务器的这段时间 他们都没有再次加进来过 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安乔 但这根本不可能啊 安乔的妈妈明明告诉他们 安乔已经在住院了 就在这时 玩家听到了游戏附近有脚步声 似乎就在旁边的这所木屋内 玩家带着疑惑准备进去查看 其他两位朋友还一脸茫然 待玩家开门后 屋内什么也没有 但他隐约听到屋外有脚步声 他赶快再次查看 只见一个身影正在快速的逃离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 赶快追了上去 此时其他两位朋友也不知道玩家在追什么 也跟着玩家一并追了过去 但最终那个神秘的身影 消失在了这片云山树林中 其他两位朋友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们认为玩家是不是不正常了 便开始攻击玩家 玩家再三的向他们保证自己绝对没问题 刚才确实看到了一个身影 很有可能那就是安乔 两位朋友觉得玩家在胡言胡语 安乔在住院 他怎么可能玩MC呢 玩家拼命的解释 这才让两位朋友渐渐放下了戒心 朋友对玩家说 如果你再这样开玩笑的话 下次绝对不放过你 玩家只想那个神秘的身影再次出现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过老天爷非常眷顾他 那个神秘的身影再次出现了 就在杨眷 他正在攻击玩家们喂养的杨阳 这下两位朋友也看到 三人来不及思考太多 一起追了上去 但随后这个神秘身影便再次消失 玩家推测 这很有可能就是安乔 因为除了他 别人不可能加入服务器 但为什么看不到这个玩家的名字 并且最重要的是 服务器在线列表 并没有发现第四个在线的ID 难道那是传说中的某种游戏实体 例如HIM什么的 但两位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始终认为 这一切肯定与玩家脱不了干系 因为玩家平时就喜欢搞这些奇怪的现象 很有可能 那个身影就是玩家家的模组生成的人机 玩家很心累 并且他与两位朋友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玩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真的是安乔 那他的妈妈为什么要骗他们说他住院了 如果不是安乔 那到底又会是谁呢 玩家决定他就待在屋内先不出去了 可没想到的是 刚进屋 那个神秘身影就在屋内 玩家本能地将他堵在了屋子内 试图询问他到底是谁 同时两位朋友也赶快往玩家木屋内赶来 但还没等朋友们赶到 这个神秘的玩家就再次当着玩家的面消失了 似乎这个地板下方有暗道 玩家再次追得上去 果然 他掉了下来 而两位朋友也跳了进来 人呐 异常在哪 两位朋友语气非常的气愤 玩家觉得这个神秘玩家肯定在故意搞自己 想让他与朋友们产生内讧 玩家并没有理会两位朋友 他肯定那个神秘的玩家就在这附近 果不其然 神秘玩家又出现了 这次他的名字也显示了出来 这正是安乔 什么 还没等玩家寄人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乔又消失了 本期我们闲话少说 接着上一期 神秘身影的真实声闻已经浮出水面 那就是安乔 安乔再次消失后 玩家三人火速离开了这 再次返回了他们的大本营 三个人都一脸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乔不是住院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游戏中 两位朋友也终于意识到他们错怪了玩家 现在玩家三人开始商量对策 不论这个安乔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的房屋应该都不安全了 于是三人打算重新建造房屋 现在三人必须拧成一股声 共同对抗这个安乔 好了 在本期剧情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 给视频长按点在五秒钟给个推荐三连 不过分吧 咱们继续 此时游戏内的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玩家本能的感觉 安乔还会出现在他的住所内 他一直盯着安乔的住所 没想到 安乔果然再次出现了 既然这个安乔再次出现了 那干脆也不用防守了 两位朋友建议不如就一起追击安乔 一定要问清楚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玩家觉得不妥 但他还是觉得这样做挺疯狂的 三人立刻又重返安乔的住所 决定继续进入地下通道 三人非常谨慎的在这里探索着 但一番转悠后 这里除了一些生物头骨和红石火把 并没有找到安乔的身影 不过三人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通道 这又往下了一层 并且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里面有一本书 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意思是 我是谁与你们无关 这会是安乔流的吗 紧接着玩家翻开了第二页 内容大概意思是 只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们就有可能不会嗝屁 这看来是安乔对玩家 与几位朋友的忠告 玩家都快被吓哭了 还好有两位朋友的陪伴 三人现在要做的就是 找到安乔 只有找到他 才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人继续在这里探索 随后他们发现了又一个异常现象 那就是蓝色的火焰 竟然在地域炎上 正常情况下蓝色火焰 应该在哪种方块上燃烧 不用我说 MC老玩家应该都知道 请知道的在弹幕打出来 告诉不知道的吧 正当三人专心致志研究 这个异常现象时 安乔又出现 当然赶快追了上去 但安乔就像是会瞬移一样 瞬间又消失了 不过幸运的是 玩家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又是一本留言 上面的内容大概意思是 玩家们需要完成任务 他们需要找到一本建筑蓝图 按照蓝图上面建造对应的建筑 如果再规定时间完成不了 那么玩家三人距离去快乐星球也不远了 玩家看到这儿 内心开始肯定 这就是安乔 因为安乔就喜欢建筑 这是大家都知道 既然他设计了这个任务 那这一定就是安乔本人在玩 那他的妈妈肯定在撒谎 那这就应该是安乔设计的一场游戏 玩家三人想到这儿 瞬间没什么好怕的了 还以为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件呢 原来就是安乔自导自演的一场游戏 前方高的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 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 可正当三人以为事情如此简单的时候 突然他们发现这里的入口都被堵住了 并且周围非常的漆黑 看来安乔又开始行动了 由于漆黑的环境 玩家三人没有优势 他们只能朝着有光亮的地方靠近 三人决定先离开这儿 随后将身后的入口堵住 可还没等三人逃离 突然他们就被传送到了新的地方 而安乔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且玩家与朋友已经无法操控自己的游戏 接着他们就一次开心的改屁了 游戏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今天是大家期待的多人生存 玩家和老爸还有老六三人随便加入了一个生存服务器中 三人一起在一片树林中搭建了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林中小屋 这座小屋一共有两层 一层是用来喂养家禽 二楼是他们的住所 三人简单的欣赏了一下他们的住所后 便决定继续外出探险 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玩家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奇怪的事也在慢慢的开始发生 好了 老规矩 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们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推荐和三连吧 咱们精彩故事正式开始 三人走了没一会儿后 玩家似乎发现了异常 他明明记得前方的不远处之前是一片平原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沼泽 但是老六却说这里很正常 应该是玩家记错了 老八比较赞同老六的想法 因为MC世界这么大 很有可能玩家记错了 玩家也一脸盲人 但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算了 既然来都来了 先在这转转吧 可谁知下一秒 一个白色的东西就从一旁的树旁窜了出来 吓得玩家一哆嗦 那是什么玩意儿 放门画面后可以看到 这个生物像是小白 但又不完全是 因为它有名字 那么很有可能它是个玩家 老八和老六查看到了不对劲 也赶快赶了过来 随后三人在一旁又发现了一个深坑 只见里面有四个凋零骷髅 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 像是在搞某种仪式 玩家三人站在上面看了一会儿后 不知道从哪又蹦出来一个像苦力怕的生物 并且它也有名字 它叫做直升脊椎的苦力怕 前方高能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真牛激活弹幕护体 就在这时 这个脊椎苦力怕 突然就抬头看向了玩家 玩家知道该逃跑了 三人全力的朝着家的方向奔去 赶回来时 游戏内已经完全进入了黑夜 三人赶快回到了二楼 通过火把微弱的光亮 观察屋内屋外的情况 一番观察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发生 玩家建议还是赶快睡觉吧 可正当三人准备睡觉时 他们的床莫名其妙都被破坏掉了 这就离了个大谱了 老八和老六已经按耐不住躁动的心了 二人虽然很恐慌 但是更想去看看是谁搞的鬼 可两人刚下到一楼 那个叫做脊椎苦力怕的 就慢慢悠悠的走了进来 更加离谱的是 老八和老六无法操控自己的游戏了 接着在玩家的注视下 老八和老六也变成了脊椎小白 老八和老六都不敢相信 自己能遇到这种事情 没过多久后 系统便提示老八和老六革屁了 至于是怎么革屁的 请屏幕前的各位英语学霸 自行翻译一下吧 玩家当然也没能逃脱 最终他也被变成了只剩脊椎的小白 开心的嗝屁了 假如你与巨型埃里克斯成为了朋友 他愿意帮助你实现愿望 屏幕前的你会开心吗 今天我们的玩家邀请到了MC知名主播 阿富莫一起玩游戏 另外还有史迪夫两兄弟 他们分别是老八和老六 随着游戏的号角声响起 玩家四个人要开始比赛了 他们的比赛很简单 就是各自骑着自己的小猫坐骑 也不断的向前奔跑 最终先到达终点的就是冠军 很快游戏在一声声紧张的呼喊声中结束了 玩家获得了倒数第一的好成绩 而阿富莫获得了第一名 爽毛台兄弟老八和老六 获得了并列第二名 玩家有些沮丧 他和几位好朋友一起做了短暂的告别后 就骑着自己的小猫回家了 可以看到 玩家的小屋非常的温馨 温馨到只有一张床 但就在如此的温馨下 奇怪的事正在悄悄来袭 好了 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 都能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推荐三连可以吗 玩家将自己的小猫送回家后 就独自出去为自己的小猫寻找食物 但他没想到的是 前脚刚走 后脚就出现了一个 鬼鬼祟祟的黄毛玩家 偷偷溜进了玩家的小屋 骑走了小猫 而玩家这边还在和Dream进行交易 玩家给了Dream一颗钻石 Dream给了玩家一些 他刚钓上来的鱼 随后两人都互相满足地做了告别 当玩家兴高惨烈回到小屋时 自己的小猫不见了 玩家懵了 小猫可是陪伴他很久的好伙伴 离开了小猫的玩家 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是他找到了阿福摩 可巧的是 阿福摩的小猫也丢了 于是二人臭味相同 啊不是 于是二人同病相连 一起展开了对小猫的搜寻 两人翻山越岭 在一处白花树林外 发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粉色羊羊 这只羊羊似乎成惊了 竟然会说话 玩家向这只羊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粉色羊羊说他在几分钟前 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玩家 骑着两只黑色的猫 朝着白花树林内跑去了 玩家一听 瞬间有了希望 他丝毫没有犹豫 便再次与阿福摩一起搜寻 游戏的画质和视剧 强光的预警 请各位朝女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两人走着走着 突然玩家不经意的一回头 他隐约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在其身后 可再一回头 就不见了 通过玩家短暂的画面可以看到 那就是巨型艾利克斯 玩家有点慌张了 未来安全起见 玩家决定与阿福摩先藏起来 可没成想 巨型艾利克斯再次出现了 但似乎巨型艾利克斯并没有要伤害玩家的意思 玩家也赶快向巨型艾利克斯说明了自己的遭遇 巨型艾利克斯一听 众人维勒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了 二话不说 就答应帮助玩家寻找他们的小猫 一旁的阿福摩都不敢相信 自己能与巨型艾利克斯成为朋友 而另一边的黄猫玩家这里 他将偷懒的猫猫都扔进了一个坑中 不知道要干什么 而此时的玩家已经在巨型艾利克斯的帮助下找到了他 接下来就是复仇时刻了 黄猫玩家正准备实施自己的暴行 就在这时 巨型艾利克斯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黄猫玩家慌了 开始全力的逃跑 巨型艾利克斯在其身后紧追不舍 最终在玩家的注视下 黄猫玩家开心快乐的嗝屁了 而玩家也成功与阿福摩救赎了自己的小猫 OK 今天又是玩家与老八和老六的多人生存 刚进入游戏 玩家三人就穿过了一个长长的长廊 来到了他们的河边小屋 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他们屋外的河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木船 他们明明记得上次退出服务器的时候 这里仅有三艘木船 怎么这次突然多了这么多 好了 老规矩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新闻老粉们 动动你们超牛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推荐三连吧 咱们精彩正式开始 玩家三人先回到了住所中 看着眼前的这奇怪现象 简单的交流了一番 玩家建议顺着这些船去探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意外收获 但是老爸有点不想去 他找借口说没有煤炭了 于是就当着玩家和老六的面 拿着稿子进入到了矿洞中去 而老六似乎也不愿意去 也找借口说自己的工作还没完成 无奈 玩家只能一个人顺着这些木船进行探索 过来后 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玩家简单的撸了几块木头后 又朝前走了几步 很快他发现了一个深坑 看样子这像是一个矿洞 但看起来却不像是自然生成的 很像是有人特意挖出来的 玩家本打算一个人进去探索一番 但是他想了想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决定告诉老八和老六自己的发现 老八和老六听后都很感兴趣 没过多久后 两人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赶了过来 三人站在洞口观望了一番后 老八率先下到了洞中 玩家也紧随其后 但老六是一个圆滑的人 他并没有下来 而是等玩家二人确认了下面安全后 他才跳了下来 不过这一跳 虽然姿势很帅 但是结局却很丢人呢 玩家和老八看到这都笑疯了 好了 接下来高能就要来袭了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吧 三人渐渐地向着神不见边界的洞内走去 依靠着火把微热的光亮 三人在一出镜头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打开后 里面有大量的下界合金钉 为什么这会有这么多合金钉呢 玩家有些疑惑 但是也没多想 全部收入囊中后 玩家准备离开 可没走几步 他却发现了异常 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但是由于环境太暗 玩家并不能准确判断出那是什么 可能是MC中的生物 老八和老六觉得应该就是小江或者小白什么的 三人也就没在意 准备远路返回离开这 正当三人走到洞口时 只见一个手持双稿 头戴安全帽的实体出现了 身后还有一些小江 玩家三人本能地开始逃跑 但最终 三人还是被困在了尽头 开心地隔屁了 这个手持双稿的实体就是死亡矿工 今天我们邀请到Dream一起玩MC 玩家要和Dream一起水上冲浪 在开始冲浪之前 玩家在Dream参观了自己的雪傀儡做棋 看过前几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玩家用自己在南瓜比赛中获得的南瓜制作了一个雪傀儡 玩家很爱惜自己的雪傀儡 他特意为自己的雪傀儡搭建了一个住所 并放置了一些雪块 防止雪傀儡融化 Dream试驾了一番雪傀儡 表示很满意 他很羡慕玩家拥有这个雪傀儡做棋 他想骑着雪傀儡出去玩 但遭到了玩家的拒绝 因为雪傀儡对玩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于是玩家将雪傀儡送回了住所 二人坐着屋贼外出冲浪去了 可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好了 老规矩 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 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推荐三连吧 这个导弹鬼 静止冲向了雪傀儡的住所 骑着雪傀儡就冲了出去 而此时玩家与师傅们也冲了回来了 当玩家回到雪傀儡住所时 玩家崩溃了 自己的雪傀儡坐骑哪儿去了 玩家冷静了一番 应该是自己的朋友阿坤干的 这个阿坤其实是国外知名MC主播 单TDM 为了方便称呼 我们就暂且叫他阿坤吧 这个福气目前就玩家 Dream和阿坤三个人 而玩家是和Dream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是阿坤干的 玩家已经迫不及待要寻找阿坤了 如果阿坤骑着雪傀儡的话 那么雪傀儡一定会在地上留下踪迹 只要寻着地上的雪 就一定能找到阿坤 很快玩家与Dream寻着踪迹 来到了阿坤的住所 可刚准备进去 只见屋内走出来了一位埃里克斯 什么情况 这位埃里克斯是什么时候加入服务器的 玩家和Dream都表示不认识 就在这时 埃里克斯对着Dream说话了 他询问Dream是否愿意与他成为朋友 但Dream二话没说 直接掏出了一桶岩浆 就倒在了埃里克斯脚下 玩家是一脸懵 别说玩家一脸懵了 屏幕前的大家都一脸懵吧 玩家正询问Dream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突然系统提示服务器检测到异常 接着一个红发埃里克斯便从天而降 玩家知道Dream闯祸了 两人本能的开始逃跑 红发埃里克斯在身后穷追不舍 前方高通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与Dream慌乱中跑进了一间住所内 正当二人以为安全时 红发埃里克斯竟从烟囱里跳了进来 他竟然不怕火 这也太离谱了 玩家见跑不掉了 便开始替Dream疯狂道歉 并且告诉了红发埃里克斯自己的遭遇 红发埃里克斯一听 表示自己也很讨厌阿坤 因为阿坤一直捉弄自己 既然大家都臭味相投 是同病相连 于是红发埃里克斯决定原谅这一幕的所作所为 并且红发埃里克斯愿意帮助玩家找到自己的血亏类 OK 接下来红发埃里克斯帮玩家寻找阿坤的戏码要开始了 让我们把画面骑到阿坤这 只见阿坤骑了玩家的血亏类非常的潇洒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悄来袭 接着他变成了红发埃里克斯 吓得阿坤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最终阿坤被埃里克斯一个蛮王冲撞 接着扔了下去 开心的给他屁了 而玩家也成功找到了自己的血亏类 开局我们就迎来了一场紧张刺激的猎人游戏 玩家和老六为猎人 老八为逃脱者 随着倒计时结束 老八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冲了出去 玩家与老六紧随其后 直接老八调转身去跑到了橡树屋内 玩家和老六也反应迅速 经过两人极其默契的配合 最终老八被老六呆到了 本局游戏玩家和老六获得了胜利 老八愿赌服输 扔出了自己身上的钻石给了老六 整个游戏都在玩家三人的欢声笑语中 慢慢的进行着 但玩家不知道的是 现在有多开心 待会就会有多狼狈 好了 在奇怪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帅哥美女们 动动你们尊贵且可爱的小手 看到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牛了吗 长安的三秒钟 给个推荐三连呗 紧张自己的游戏过后 玩家三人都累了 于是开始各自休息 而此时游戏内下起了大雨 玩家打算圈养一些牛牛 搭建一个巨大的牧场 可正当他拉着几只牛牛 准备搭建牛圈时 玩家隐约看到了自己住所方向有异常 让我们放慢玩家的画面再看一次 第三个窗户旁有异常 似乎有一个身影 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玩家赶快通知了老八和老六 三人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回到了住所内 可上来后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玩家刚刚明明看到了 有一个身影就在住所内 老八认为应该是老六搞的鬼 老六觉得老八玩不起 不就恋人游戏被我呆到了吗 现在开始怀疑我搞恶作剧了 眼看着老八和老六都快打起来了 玩家赶快站出来调解 这才让双方的锋芒渐情退去 老八生气的先走了 而老六一再的向玩家保证 老六推测很有可能是墨影人什么的 玩家应该小题大做了 但玩家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待老六和老八都离开后 玩家下意识的在住所内又待了一会儿 果不其然 那个神秘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自己的房间内 通过翻摩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白色的身影 玩家追过去后 他又消失不见了 玩家赶快再次通知了老八和老六 但这次老八将矛头指向了玩家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玩家搞的鬼 玩家全力的解释并不是自己 但老八不相信 并扬言要将玩家提出服务器 还没等玩家说话 就在这时 玩家房间的门突然自动关住了 让我们再看一遍 玩家刚想告诉老八自己发现的异常 可还没等待开口 玩家就被老八提出了服务器 但三个小时后 玩家又再次被允许加入服务器了 再次进来后 游戏内已经是夜晚 并且雨还在下 但是却不见老八和老六的身影 玩家尝试在消息框询问 老八和老六他们在哪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玩家很不理解 既然已经允许自己再次加入服务器 为什么不与自己说话 难道老八的心眼这么小吗 老八不说话就算了 老六也不回应 这让玩家很懊恼 玩家开始在附近寻找老八和老六 当玩家下到矿道中时 他发现了异常 那就是矿道被堵住了 玩家记得明明这是一条通往矿井的矿道 为什么被堵住了 玩家开始慌了 难道老八和老六联合起来要吓唬自己吗 可不论玩家在信息框发出多少消息 老八和老六依然不回复 明明服务器在线列表 显示老八和老六正在服务器内 但就是不回复自己 玩家渐渐的由懊恼转变为了恐惧 因为玩家胆子比较小 好了 前部高等预警 请屏幕前的男生们在弹幕打出一 女生们打出二 请打一的保护一下打二的吧 当玩家再次返回住所时 突然看到了老八和老六 不过他们两个都戴上了南瓜面具 并且呆立当场一动不动 玩家一时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个ID名叫09mask的说话 下一个轮到你了 玩家回头后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这不就是之前出现在服务器内的 那个神秘白色实体 还没等玩家搞清楚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玩家也被戴上了南瓜面具 现在玩家也无法操控自己的游戏了 随即这个白色实体 便当着玩家的面再次消失了 今天的故事 跟一个微笑着的男人有关 玩家开了一个生存服务器 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 约翰和老六 三人进入游戏后 玩家带着朋友约翰和老六 简单的参观了一下 他搭建的豪华住所 房屋不大 但是特别的温馨 玩家还特意将他们的卧室地板 用羊毛铺成了一个新型 约翰和老六看过之后 表示非常的满意 但是现在还差床没有建造 于是三人准备离开住所 外出收集羊毛 约翰和老六一看 既然玩家已经将住所搭建好了 那收集羊毛这种小事 就不能劳烦玩家了 说吧 约翰和老六各自分头 外出收集羊毛 而玩家则是负责完成住所 剩下未完成的工作 没一会儿后 系统便提示朋友海莉加入了服务器 海莉是玩家最要好的女性朋友 玩家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带着海莉参观他们的住所了 好了 咱们老规矩 看视频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该点赞的点赞 该关注的关注 咱们故事马上开始 海莉在参观完他们的住所后 表示自己也非常喜欢 其实他一开始是拒绝与玩家们一起游戏的 但是这房屋搭建的也太温馨了 玩家听到海莉这么说 在内心暗自窃喜 其实这房子根本不是自己搭建的 这是自己下载的一张现成的地图而已 玩家与海莉也闲聊的差不多了 二人准备去寻找约翰和老六 可就在这时 朋友约翰告诉玩家 说自己有点事 要退出服务器了 他有一部电影没看完 由于自己有强迫症 必须要看完电影才能继续游戏 老六问约翰是什么电影 约翰告诉老六 自己看的电影叫做微笑男 老六显然知道这部电影 他不愿过多的讨论 因为他知道这部电影很吓人 而玩家对于约翰的突然离开 表示很扎心 说好了一起游戏的 现在约翰却掉链子了 但是为了在海莉面前 表现出自己大男子汉的大度 玩家也没多说什么 很快游戏内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黑夜即将来袭 而老六也探险回来了 玩家让老六赶快将收集到的羊毛制作床 三人尽快睡觉度过黑夜 可是老六突然想起来 羊毛都给约翰了 约翰离开游戏时 也没把羊毛留下来 这事闹得真尴尬呀 此时老六灵机一动 对了 可以先把地板那些羊毛 用来制作床呀 玩家一听 好家伙你这老六 那些羊毛是我专门拼成了 一个爱心的形状 多温馨呀 不能用来制作床 二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老六觉得玩家太过于自私 当下的任务时尽快度过黑夜 老六觉得玩家分不清主次 他很生气 决定不玩了 玩家也没过多的挽留 很快系统便提示 老六也推出了服务器 现在整个服务器 只剩下了玩家与海莉 屏幕前的你 觉得玩家自私吗 但是海莉不认为玩家自私 相反他认为玩家 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人 从此刻开始 他更加的崇拜玩家了 既然没有羊毛制作床 那就只能慢慢等待黑夜过去 玩家让海莉不要担心 他们的房屋很安全 并且有充足的食物 耐心等待就行 幸运的是 朋友约翰没会儿又回来了 可是这次进入服务器后 约翰发现了异常 那就是系统 为什么这次提示的是 欢迎你加入服务器 玩家也注意到了 这有点不对劲啊 约翰并不是第一次加入服务器 为什么服务器要说欢迎呢 其实从此刻开始 游戏内已经开始不正常了 随后约翰又告诉玩家 为什么自己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他正在 看那部电影时 无意间刷到了一条弹幕 弹幕说如果你在MC中 将微笑男的名字 通过聊天框发送出去五次 就很有可能 微笑男会进入到MC世界 约翰一听 瞬间觉得 这可要比看电影还要刺激 于是赶快返回了服务器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玩家 玩家听后当场就表示 这不可能 一定是个假传说 但约翰建议玩家不妨试试 一旁的海莉 由于是女孩子 她很害怕 联盟发出消息 让约翰和玩家 不要再讨论这个了 于是这个话题 也到这暂时结束了 随后约翰也成功的制作了床 很快黑夜就渡过去了 第二天 玩家在一片小水潭旁 耕作了一些庄稼 美好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可是接下来 约翰却没有经过 玩家二人的同意 就直接在聊天框 打出了微小男的名字 并连续发送了五次 令玩家几人 没想到的是 系统真的提示 欢迎微小男加入服务器 请屏幕前胆大的 在弹幕打个一 胆小的打个二 麻烦打一的保护一下 打二的好吧 三人都懵了 这不可能啊 这也太离谱了 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怎么可能来到虚拟的游戏中 海莉第一个忍不住了 他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和玩家一起游戏了 说罢就退出了服务器 玩家很难过 都怪约翰 好不容易自己才能和海莉一起游戏 这下好了 被约翰给劝退了 但是事已至此 既然系统提示微小男已经加入了服务器 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 如果找不到他 那这不就是一场恶作剧吗 于是玩家开始在消息狂发出了消息 试图得到微小男的回应 可是压根没有人理会玩家的消息 正当玩家与约翰认为这是假的时 消息狂出现了一条蓝色的消息 是微小男回复了 他告诉玩家二人 他是真的 随即又一条绿色的消息被发送出来 微小男再次强调 自己是真的 约翰认为这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他的名字和消息能够变换颜色 正当二人一脸疑惑时 突然游戏内变成了黑夜 而玩家与朋友约翰也意识到 等待他们的危险要来临了 游戏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玩家二人接下来又会面对什么 敬请期待下一期 怎么可能到这就结束了呢 精彩剧情才刚刚开始嘛 敢到这就结束 我肯定得挨骂呀 微小男一直在变换着颜色发出消息 他询问玩家二人是否喜欢他 但是玩家二人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两人站在卧室里面瑟瑟发抖 一时不知所措 微小男询问玩家二人在哪 能否把位置告诉他 玩家听后本能的告诉微小男 不 不可能 我不会告诉你我们在哪的 但是微小男再次请求玩家告诉他位置 他有很多糖果想要送给玩家二人 但再次遭到了玩家的拒绝 微小男接着告诉玩家二人 行 你们不告诉我没关系 我会找到你们的 玩家与朋友约翰 现在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两人来到屋外的阳台上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通过一番观察后 似乎周围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 于是二人再次老老实实的回到了卧室 屏幕前肯定有人有疑问了 为什么不赶快睡觉度过黑夜呢 这个咱们就不过多解释了吧 懂得都懂 可是几分钟过去了 微小男还是没出现 马上游戏中的黑夜都快过去了吧 玩家此时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想法 他认为这一切很有可能是老六搞的恶族剧 因为老六早些时候因为羊毛的事情和自己吵了一下 约翰听后觉得也不无可能 但是不管是不是老六的恶族剧 现在既然这个所谓的微小男不主动出现 那我们就主动出击去寻找他吧 两人一拍即合 带着火把就离开了住所 走了好长时间后 玩家又发现了一个异常 那就是天怎么还不亮 按道理说应该要亮了 这时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发现月亮压根就没动 完了 他们被困在永无止境的黑夜了 又有人会有疑问了 为什么玩家二人不退出游戏呢 这个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好不好吧 退出了游戏大家看什么呢 出来搜寻污果后 玩家与约翰打算返回住所 可就在这时 约翰发现了亮光 似乎是一处村庄 或许进入村庄他们就安全了 也许铁亏伦会保护他们的 玩家一想 也有道理 不如就去村庄吧 可两人走近后才发现 这是他们的住所 醉了 这约翰是啥眼神啊 也恰恰在这时 系统提示 微小男退出的服务器 What 退出去了 那我们安全了 约翰已经开始高兴的手务足蹈了 玩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就是一场恶作剧 和当二人回到住所后 满地的番茄酱 用入玩家眼帘 并且还留了一块告示牌 原来住所早也被微小男发现了 并且他已经来过了 看来现在他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万一微小男再次回来 他们就危险了 二人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离开了这 两人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 这里静悄悄的 静得让玩家二人心里发毛 无论如何 还是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走了没一会儿后 玩家二人发现了一个木屋 屋前还有一只羊羊 玩家二人正好奇 这儿为什么会有木屋时 突然屋门就打开了 一个两手插锈的物体跑了出来 后面还跟了一只狼 呃似乎很紧张的样子 这应该就是村民吧 约翰很疑惑 为什么这儿会有村民 两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系统此时提示 一个ID叫做薄荷的被吃了 What 发生了什么 二人联邦追了过去 并没有见到刚才那个村民的身影 难道这个村民名字叫薄荷 村民被自己的狼吃了 什么情况 游戏气氛渐渐紧张了起来 玩家二人觉得这太诡异了 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可两人又跑了没几步后 系统提示 微笑男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糟了 不该来的还是来的 接下来玩家二人 能否逃过微笑男的追击呢 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三连 点赞过一千 下期就来了 接着上一期 Candyman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可是刚进来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没在这儿 没几秒钟后 他便又再次退了出去 约翰意识到很有可能 Candyman 刚才就在他们的住所内 还好两人没回住所 要不然这就BBQ了 那现在既然住所不能呆了 那必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两人走了一会儿后 进入到了一处矿洞内 看似很危险的矿洞 在玩家二人眼里 应该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毕竟俗话说的好嘛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了 在本期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屏幕前的各位帅哥美女们 该点赞的点赞 该关注的关注 两人在矿洞中待了一会儿后 也不见Candyman加入服务器 应该算安全了吧 现在 玩家和约翰商量着 要不然回住所看看 约翰也正有此意 于是二人打算离开矿洞 可刚出来 系统便提示老六又加入了服务器 难道老六不生玩家的气了 玩家正想给老六打招呼 但老六已经提前说话 老六问玩家二人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怎么住所变成了这个样子 约翰正在耐心的 给老六解释这一切 可几人还没聊几句 系统便提示Candyman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玩家与约翰让老六赶快离开住所 越快越好 能跑多快就多快 可是话音刚落 聊天框便多了一个名叫巧克力的ID 玩家与约翰正纳闷 这又是谁时 这个名叫巧克力的玩家说话 原来他是老六 他的名字突然就被更改为这个了 老六说他看到了Candyman 他的手上拿了很多糖果 原来这个微笑着的玩家叫做糖果人 话音刚落 系统便提示巧克力被吃了 老六没了 没几秒钟后 他便又再次退了出去 约翰正是在恍然大悟 自己那天看的电影叫做糖果人 他一直记错了 以为那叫微笑男 而玩家觉得现在不管他是谁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糖果人 两人准备返回住所 没过多久后 系统又提示海莉加了进来 见到自己心中的女神加入了服务器 玩家赶快让海莉先离开住所 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了 而此时的海莉还一脸茫然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没会儿的功夫 糖果人又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接着海莉的游戏名字 被更改为了口香糖 玩家与约翰知道情况的紧急 这次他们两个没有犹豫 静止地冲向住所 试图解救海莉 前方刚登预警 请各位勇敢胆大的在弹幕打出 我超勇 激活弹幕护体 可回来后 海莉已经隔屁了 看着倒下的海莉 玩家与约翰一时不知所措 很快朋友约翰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 也就在这时 糖果人出现了 只见他一手拿着武器 一手拿着粘液球 哦不 是糖果 MC中的道具有限 大家多担待点 玩家与约翰头也不回地冲上了二楼 两人最终被困在了他们温馨舒适的卧室中 开心的哥儿屁了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本期故事发生在一张跑酷地图中 玩家从网上下载了一张跑酷地图 并邀请了自己的两位朋友阿文和阿超一起来游玩 阿文还带来了自己最喜爱的宠物 Katy猫 三人简单地进行了一番交谈后 玩家决定开展一场跑酷比赛 谁最后一个跑到终点 谁就请另外两个人吃饭 阿文和阿超表示很同意 正当三人准备开始比赛时 系统突然提示 欢迎underp9加入服务器 underp9是谁 玩家三人一脸懵 殊不知这也正是危险的开始 好了 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三连了 长按点赞给个支持吧 玩家三人赶快来到了这个陌生玩家的身边 underp9说他很喜欢这个地图 但阿超却有些不礼貌 上来就说这个玩家样子很丑 看起来呆呆的 一定是个菜鸟玩家 但underp9并没有在意 反而发出消息说自己想和大家一起玩 玩家听到后表示很不可思议 连忙询问他是怎么加入到自己的服务器的 但underp9并没有回答玩家的问题 而是直接开始了游戏 玩家三人看着这个陌生的玩家一番跳跃奔跑后 都发现了异常 那就是这个underp9跳得比正常玩家高 这是怎么回事 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 可此时underp9再次发了一句话 让玩家三人都匪夷所思 不要每次都对我议论纷纷 看来是在警告玩家三人不要在背后议论他 朋友阿文或许都身为女生 所以他本能的感觉这个underp9可能遭受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但当下顾不得讨论这些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underp9消失了 刚才还在玩家三人的眼皮子底下 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玩家三人开始寻找 随后玩家通过视角的余光扫到了underp9 这不可能吧 为什么这个underp9变得如此之大了 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遍 确实变大了很多 玩家赶快将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阿文和阿超 三人都觉得这不正常 阿文提议还是尽快将这个陌生玩家踢出去吧 但话音刚落underp9就再次出现在了玩家三人眼前 他告诉玩家三人 我能看到你们发的消息 你们真的对我很不礼貌 话刚说完还没得玩家三人反应过来 这个underp9就瞬间换了一副面孔 玩家三人感受到了这个陌生玩家的杀气 三人拼尽全力开始逃跑 原本是一局开开心境的跑酷比赛 现在却成了一局逃亡酷跑 由于玩家平常是酷宝爱好者 所以他的技术要比阿文和阿超好一些 玩家很快便跟两位朋友甩开了距离 但此时玩家看到两位朋友在求救 他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他不能不顾自己的朋友 可当玩家下来后 这一幕让他惊呆了 直接underp9坐在了朋友阿文的身上 阿文表示自己根本无法操控自己的游戏角色 而朋友阿超却不受控制的从空岛跳了下去 直接嗝屁了 前方的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眼睁睁的看着朋友阿文也坠了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 阿文玩家知道是被underp9操控掉下去的 但是阿超是怎么掉下去的 让我们把画面往前拉一拉 可以看到阿文和阿超都被underp9控制了 也就是说这个underp9会产生分身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会产生分身的上一个这么牛的还是kim 没想到这个underp9也会 最终玩家遭到了一波猛烈的火球攻击 一脸茫然的嗝屁了 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